歐美國家陸續脫下口罩 鬆綁隔離措施 不論是專家還是衛生組織官員 都帶來即將揮別疫情的好消息 但流行疾病學家卻認為恐怕沒有這麼簡單 現在各國都期待世界衛生組織 能盡快宣布新冠病毒將為地方性的流行疾病 象徵人類可以正式揮別嚴格的防疫限制 但示威組織的發言人表示 地方性流行疾病並不代表病毒不致命 疾病專家強調地方性流行疾病在傳染的程度上有高低之分 其實我們熟悉的流感它的歸類就不太明確 新冠病毒變得流感化 除了施打疫苗等人為防疫措施 很大一部分其實並不是人類所能夠控制 也因此專家認為指望新冠病毒能成為地方性流行疾病 其實並不實際 而是應該專注如何把新冠肺炎 目前包括美國已經展開第四季的疫苗失大 但學者認為這種方式並不見得有效 專家強調未來要改變思維 所以隨著對新冠肺炎的了解增加 應該放棄過去的補破往事的措施 要讓防疫跑得更前面 才能面對持續變化的病毒形勢 TVN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